对我绝对不要想 绝对不要 因为我和他 我觉得我们两个 就一直过二轮世界了 不想有第三个人 是因为你过去的原生家庭 给你带了一起 对就是因为他 他觉得他的父母 对他不够负责任 我就是没有 没有尽到就是 这边应该编更大的动力 因为你欠这个世界 我完全有足够的爱 但是我觉得另外 我有足够的爱 我不想当父亲 因为我觉得我做不到 我很久很久有了这个想法 结果我发现了 如果我没有孩子 我对不起他们给到我的爱 因为我学了那么多 我没有办法教给别人 他现在还属于第一阶段 他会对他自行的原生家庭 所影响 他会觉得父母生了我 然后没有给我尽责 然后是爷爷奶奶 带着我长大 爷爷奶奶你看这么辛苦 对吧 年龄这么大了 把我养的这个样子 他会觉得就是 生完孩子就 可不可能对孩子不负责呢 我的孩子 带到我这个家庭 可不 是不是可能会过得不好 所以他现在会考虑这个阶段 还会被过去所影响的 那么在以后 他越来越长大的时候 他就太不缺爱了 我自己足够长大了 我自己足够有爱的能力的时候 他可能想法会不会一样 因为每个人 有自己的生活 有自己的过程 如果这是你的选择 是你的选择 但是有没有一种可能 你有了孩子之后 你和你父母的关系 会就很多 但可能会很难 这个就是我觉得交给时间 交给时间 交给时间 按自己的心做就可以了 如果你这一辈子 你心里疏忽 你没有孩子 我要完全支持你 我完全支持 但是你别把自己猥琐 我就不要 我不考虑这事了 对对对对 按照自己的心里去走 应该过去走 是的 是想要 就要 我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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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一起亲眼了 我们要了孩子 最后三年了 我认为生活的问题 当然会是答的问题 两个人心态 都出现了一点不自信 我见过跟他说了 没关系 我们要不上孩子 我们这样的父母一辈子 没问题 我们什么时候放弃了 什么时候有了孩子 所以你说不准 男生会保护这生活 我妈小时候跟我说 当你有了孩子 他们都会还给你 这是什么意思 不是我妈希望我不好 而是所有我给我父母做的事情 所有他们的感受 我会感受在我自己的身上 我孩子了 因为感觉跟你往来下来之后 你不觉得他是外国人 他所有的情感 所有的激励 所有的事情 好像跟我们小时候 有点一模一样的同胆 我没教过 然后他的生活观 价值观 婚姻观 好像跟我们同名 都是保障的 我过来 在中国 17岁18岁 所以他说 我来这儿是个小孩 不动事 长大也就是在中国 真的 所以思维逻辑 有到 是中国 是双方 美好的 双方 赛 黑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